You decided to run away together But then you had a fight There's a struggle And you accidentally killed him 他就不小心撞到了小波浪 原来小波浪是学校新转学过来的妹子 出于道歉 金发妹还要带到他熟悉熟悉学校 顺便还认识金发妹的闺蜜黑发妹 还有男跑又长毛子 虽然黑发妹不是很喜欢小波浪 但可是金发妹还是不介意跟着做朋友 而且由于自己马上就要考试 正好小波浪学习不错 所以小波浪就要到人家里给金发妹复习功课 结果在家里还认识了咱们的二舅妈 二舅妈就说了 你放学不回家 你妈妈不担心吗 小波浪回答 说自己妈妈去世了 当时给二舅妈心疼的 赶紧来个抱抱 当天晚上在一起 复习的时间还有点晚 所以小波浪还在人家里过夜 在这期间 偷偷闷闷的 上二舅妈房间看看 也不知道有啥好看的 更加气泡的是啥的 第二天早上 小波浪还做早餐 这给二舅妈高兴点 这孩子真懂事 然后 二舅妈没公司准备的 方案邮盘还丢了 这可咋等啊 没有方案 老板得骂死他 没关系 小波浪可以在电脑缓冲中找回来 你还真是无所不能杀都会啊 说实话 这有点把咱们激发妹 显得好没用 不过也没事 大家都是好朋友 可惜啊 激发妹把她当朋友 小波浪却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自从和激发妹熟了之后 她有点喧宾得主 没事的时候 上人家找二舅妈聊聊天 而且 还想要勾引人家男朋友长毛子 结果被长毛子一顿嫌弃 老子可是好男人 万万没想到 小波浪偷了长毛子的东西 然后故意造成误会 激发妹当时就很伤心 小波浪又说了 是你男朋友勾引我的 我真不想跟他在一起 今晚咱们继续学习不好 黑发妹就说了 我们今晚没时间 我们要去找一个朋友玩 但其实 他们是在激发妹家里开派对而已 结果 又被小波浪报警 然后全部被抓进警察局 这给二舅妈气的不行不行的 你们这帮孩子也太不省心了 后来 黑发妹知道是小波浪报的警 还给他一个大嘴巴的 一天天的 就显得你了是不是 黑发妹也开始觉得这个小波浪有点奇怪 于是就上网查一查小波浪家里的弟子 然后 偷偷的去人家里看看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来才知道 原来呀 小波浪六岁妈妈就去世了 还跟自己妈妈的尸体呆了三周 而且 黑发妹还被小波浪发现 第二天一早 当二舅妈和金发妹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们发现 黑发妹在他们车底下 本来以为是二舅妈开始个撞死的 结果警察说 之前就已经死了 本来自己的好闺蜜去世很伤心 小波浪又来到这里还挺开心 说啥要送给咱们一个礼物 以后我就是你的好姐妹 金发妹一看 你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当时就发飙了 赶紧给我滚毒子 小波浪回家之后很伤气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对我这么丢 于是 他又想到一个计划 那就是把毒品放在金发妹的包里 然后又去公司找二舅妈聊天 就说金发妹吸毒 你得管管你女儿 但是二舅妈还不相信 你这是扯毒子呢 结果回家 还真发现了女儿包里有毒品 当时给金发妹气得够呛 这明显是被人陷害的呀 自从认识了小波浪 就没有好事发生 金发妹和男朋友 从归于好 而且通过调查 他们也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高中 也有一个跟小波浪差不多的女孩 干过这种事 于是 他们准备去另外一个高中 寻找受害者 万万没有想到 被小波浪发现 所以金发妹找到之前的受害者 这才知道 小波浪 是一个专门制造别人家庭矛盾的人 他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妈妈 当做自己的妈妈 后来 小波浪被警察抓了 结果没多久 就被保释出狱 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如果你遇见她 一定要报警 可惜啊 就在金发妹回家之后不久 之前跟她聊天的那个妹子 也被杀害 金发妹 也没能逃过小波浪的手掌心 金发妹很难跑要 都被她打婚 并且关在她的家里 还要释放一氧化碳 造成了殉情自杀的场景 这样 二终妈就可以成为她的妈妈了 我想说 这都是啥变态想法呀 小波浪 在二终妈面前还装着啥事没有 女儿始终给二终妈 是着急的不行不行 正好 她的男朋友在电信公司有朋友 可以帮助查一下 金发妹手机的大概位置 还真别说 这就查到了大概位置 这已经不能说是大概位置 简直精确到五米之内 直接就来到了小波浪的家里 当然 二终妈他们不知道 这里是小波浪的家里 大家还是要找找的 结果 小波浪怕事情败露 就给二终妈的男朋友一顿了 现在只剩下她和二终妈 这回大家都明白了 人家就想让二终妈当自己的妈妈 如果不干的话 那就整死你 就在二终妈也危险的时候 金发妹竟然逃了出来 自己也搞定了小波浪 内心的台词就是 那是我妈妈 就这样 危险的事情完事啊 虽然警察到了现场的时候 小波浪已经不见 不过金发妹一家人 还是很幸福的 最后的最后 小波浪依然在寻找自己的新妈妈 电影灵就结束了 这不电影告诉美哥啥都你呢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妹子长得啥样好啊 腹白猫没小朋友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猫猫 啊